歡迎鎖定旗海論壇 事實上在過去建安兄部分 對於整個行情掌握相當精彩 而新階段連續性上漲之後 這個行情能夠繼續往高點再挺進嗎 馬上為您邀請到建安兄 建安兄你好 好 蘇憲好 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是 建安兄 這個行情到今天 似乎這多段才開始締結 不過歷史新高的主要 依然在這樣的水位 我們怎麼來看待這個大盤的觀察 好的 大盤的觀察 剛剛在節目之前 我們跟蘇憲討論說 這盤子都看不見了 全世界都會處理的 所以這個重點在哪邊 這個行情我真的跟大家講 其實不是你們看不懂 其實是全世界人都看不懂 就是利空在給他拉 利多的時候給你殺 所以重點在哪邊 我的看法是這樣 中長線的角度我們就不看了 因為講那個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那個實在太長了 長到大家 搞不好還活不到 那時候 看不到空頭 所以我們還是要跌著盤面 到底現在怎麼走 我跟你分享 來 行情還是要屬於自己的見解 我認為見解還是最重要 也就是說如果假設 江老師那個理論基礎是在8400點到8700點的區間 上緣被漲破了 所以震盪偏多的格局就產生了 就這麼簡單 但是請你記得 他的著眼點是在上緣8700被站上去的 但是如果哪一天他的上緣8700又被調回來 他又變成一個區間震盪整理盤 所以不管怎麼樣 現在就是一個震盪偏多的格局 所以我必須要跟你溝通一個觀念 建安老師跟你分享 其實我們在操作的一個過程當中 主觀意識一定會去影響到我們的判斷 好 那這時候經過了上個禮拜五的洗禮之後 建安老師跟你分享完之後 接下來要怎麼走 當然就8700突破對不對 所以中長線的角度 就是比較長線的角度 我們先不要管他 就像我們剛剛在昂節目的時候有沒有 反正要掉下來的時候 中國大陸有問題 那漲的時候有沒有 美國經濟又復甦 每次都這樣 你就知道誰在搞鬼 都是他們 你也知道嘛 寫報紙都是他們處理的 所以利空利多他們都可以處理 所以我們貼著盤面 到底要怎麼走 來 我跟你分享 既然是震盪偏多的格局 長線的角度我們先不要理他 我們就看中短線的一個部分就好 我們就要看資金的動向 資金的動向才是重點 也就是外資的買賣超才是重點 外資真的現貨買超 跟外資現貨的賣超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中短線 我們就看資金的動向 這句話意思是什麼 有錢就是可以任性 說到盤影廳就是這樣 拖得拖得 我把你撩起來 你有辦法 沒有辦法了 所以有錢就是可以任性 也就是說貼著盤面 當然中短線的角度就看資金的動向 既然已經突破了八千七 不能悶著頭 不可以 我進去看空 看到天荒地 空到天荒地 不可以 除非再掉回區間 除非他再掉回區間 沒有掉回區間 那就聖盪偏多的格局來看待就可以了 這樣了解 所以這也就是說 為什麼禮拜六 禮拜天 江老師就去做賽馬理論的一個選股出來 對不對 好 那江老師告訴你這樣的一個結論之後 我們要怎麼應付他 我們要怎麼面對行情 這個比較重要 不然他說 對啊 有錢可以任性 藍後咧 沒有藍後嗎 當然有藍後 所以我告訴你 接下來行情就是這樣 小心謹慎的吃他豆腐 就這麼簡單 小心謹慎的吃他豆腐 怎麼說 也就是說 建安老師會發現有一個現象 現在的現象是 他只要發力多 很容易就開高走低 他只要發力空 他就很容易開低走高 所以請你要小心謹慎的吃他豆腐 那怎樣才能小心謹慎 那當然就是怎樣 籌碼的力道 籌碼的力道才是關鍵 他會很扯很扯 這個行情會非常非常的扯 會扯來扯去的 所以你只要跟隨著籌碼的力道 就可以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先請你放下主觀意識 貼著盤面 跟隨資金的動向 資金的動向 最後就是用工具籌碼的力道 跟著他屁股後面走就好了 這個已經沒有什麼道理了 了解嗎 道理就是錢多 有錢就可以拉 就是借用一下書寫常用 在大盤沒量就好拉 就好殺 就這麼簡單 真的要把你扯200電也很簡單 要把你抬200電也很簡單 所以貼著盤面 這樣了解了 所以行情就解到這個地方 沒有跌破8700之前 就是震盪偏多的一個格局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當充 你做了什麼動作 今天好不好做 其實今天有沒有 你知道外資又減碼了 你知道原本是增加多單 現在是減碼 而且一群頭四千幾口 透了 要怎麼辦 好 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一個工具的話 沒有 今天的一個當充 今天的高點8679 今天的低點8598 所以高低價差也沒有 大概就是80點的狀況 大概80點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做 很簡單的 10點之前其實還滿好操作 因為就是沿路橫盤整理盤 就拉高 你只要做這一段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工具的畫面 再加上我們的學員的表現 我們的學員真的是越來越厲害 真的Pro級的 越來越比我還厲害了 我看我應該是要提早退休 學員都比我厲害 到底是怎麼了 好 來 行情要怎麼看 來 這是台子期5分鐘的K棒 江老師有教你對不對 每一天只看5分鐘的K棒 其他都不要看 一天只有兩次的扣打 10點之前就下班 其他時間都不要做 否則的話你看 追上去之後中盤是不是又打下來 那就很難處理了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來 這是台子期5分鐘的K棒 來 我解釋一下 來 我把它縮小一點點 開盤在這個地方 5分鐘的K棒 10點在這個地方 所以在這個地方被拉上去 就要做多對不對 好 那在這個地方 橫盤整理盤的時候 你可以跟隨力道的一個狀況 力道空對不對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 你也可以偏空思考快進快出 但是會走的比較拉扯的原因 是因為大戶在做多 兩股力道在拉扯對不對 一個是空方空盤 一個是在大戶做多 但是大概在這一根K棒 拉上去之後有沒有 就同向了有沒有 多方空盤大戶做多 這一段就比較好做了 前半段會比較難做 但是這一段會比較好做 所以你今天可以做這麼一趟 或是加上這一趟 所以總共可以做兩趟 就可以做兩趟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學員又做什麼動作 今天很扯 行情真的很扯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有方法 來面對行情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學員的表現 學員的表現真是厲害 真的 每天都比我還厲害 來 我們看一下 來 這是盤中交學員 好 那我有把它畫重點了 我們想要請攝影大哥幫我 tag一下這個地方 有沒有 來 HSR這個學員 有看到沒有 9點1分的時候 第一筆就下班了 有沒有快 超級快 9點01分對不對 好 然後他有說 只小賺4點 跟著K棒走 但是力道不夠強 所以先走再看看 OK OK 很棒啊 表示你有盤幹 那今天的政府不小 今天的瞬間政府不小 所以8510做多 8521平常是不是也賺錢 所以小賺出場 先一盤觀望中 9點10分 你看已經有兩個學員出場了 第一筆單出場 來 我們就繼續往下看 這是兩筆學員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看 下一個學員做了什麼動作 來 JJH這個也厲害對不對 他台子旗有沒有 是33賣掉的 零零把它回補回來 是不是賺了33點的價差 9點19分 我看了 然後完了之後 他還做了另外一個 應該是石油 石油的一個單子 48.98做空 然後48.90平常 所以運用工具 其實石油也是可以看 好 那這個黑鴨鴨的一片 有沒有 這黑鴨APP是什麼娃娃哥 好啦 這是34版本的賽馬理論 好 我們的學員都知道 等一下我要告訴你 好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看 來 HSR很厲害對不對 9點39分的時候 第二筆也下班了 下課把手綁起來 你看 連續兩筆都下班了 就這樣就結束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所以你看我們的學員真的很厲害 對不對 比我還要厲害 來 我們繼續往下看 來 他就是 來 我們看他打電視 來 第二筆下班 然後他還把他的動作告訴我們 你看 8.51分36秒的時候 他是8609做多 做空 然後8.51分59秒的時候 8605平昌 然後完了之後 9.5分的時候 8624做多 然後9.7分的時候 8650平昌 有沒有發現 其實真的是 他是女生 素縣你知道他是女生 真的是經國不讓虛美 超強對不對 好 那就綁手了 就不要亂做了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這學員真的很棒 好 那另外一個學員在這邊 8642 OK 好 8642做多 8662賣掉 小賺20點下班 然後這個WMH 37做多 65平昌 也下課了9.59分 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我們的學員都可以手機率 就是這樣 那你有沒有看到 有一檔叫稀薄對不對 所以稀薄是什麼東西 我等一下跟你講 你就知道 不是空氣很稀薄的稀薄 是稀薄 好 不喝酒 好啦 告訴你什麼 運用正確的方法 你知道我們學員 你們每天就只有兩次的扣蛋 你看都是下班 下班下班 就是賺錢下班 那就不是很好嘛 對不對 好 為什麼他們會做那個動作 來 看工具的畫面就知道了 這是台子期 5分鐘可以放 在這個地方 開盤的時候在這個地方 10點在這個地方 所以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稍微做空一下下 因為空方空盤 在這個地方 拉上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多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做一趟 或者是做兩趟 就這樣安全 不是不是安全下床 是賺錢下床 就這樣 所以方法有沒有很簡單 很簡單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把它想得那麼困難 所以中長線的角度 那是跟隨的資金的動向 那短線的角度 你就跟著籌碼的力道 該多就多 該空就空 不要想那麼多 不要想太多 你想太多 你越不敢出手 真的是這樣 所以你的方法不對 怎麼辦 請你推廠觀望 否則跟你分享這句話 不要去等明天 也不要去相信游泳 我知道長線來看 是空方趨勢 我知道 我真的知道 問題是 他因為要撩 你也沒辦法 所以你所能做的 就是眼前 就是把眼前的事情 做好就好了 那眼前的事情 就跟著K棒的顏色 跟著籌碼的力道 不就得了嗎 所以你的方法不對 怎麼辦 推廠觀望 否則姜老師要告訴你 找回交易的熱情 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姜老師要透過正確的方法 幫你找回交易的熱情 就是運用 簡單的最好 簡單的最好 把K棒的顏色準備好 再把操作的週期固定 剩下的就請你按表操課最重要 你有沒有發現 每一天 姜老師大概都花5分鐘的時間 告訴你K棒的顏色 從馬力道 再加上我們學員的表現 就是這樣 如果我跟你講說 我很厲害 那根本就 就是怪怪 每個老師嘛厲害 但是如果學員 學員他自己做的 那就OK了 對不對 所以學員自己做的就是這樣 不管你今天是賺錢也好 或是賠錢也好 只要手機率就是最重要的 了解 所以這個很重要 所以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驚嚇性來想一下 是不是應該運用K棒的顏色 來幫助你判斷多空 好這是在整個大盤內上觀察 那麼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來看一下 就像剛剛建安兄已經提到說 外資缺 一口氣期貨又是一個大減情況之下 籌碼面的變化呢 好的 籌碼的變化真的有蹊跷 我最喜歡天天看籌碼 因為你天天看籌碼 你會有那種感覺 為什麼 來我讓你看 看完之後你就知道 來 今天外資買超 外資並沒有賣超 他是買超 買了63.6億 然後總共合計買了78.8億 然後我們的大盤狂漲嗎 有狂漲嗎 沒有對不對 感覺被壓下來對不對 聰明 就是因為買不上去 那既然買不上去 那當然就是把多單 平掉了4700多口 又來了 又來了 為什麼 我讓你跳通一下 讓你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又有人在壓盤了 對不對 所以越到高檔 我跟你分享 我們從技術線型的角度 如果你有空的話 你去看一下 來我們拉回來 如果你有空的話 你去看一下6月22號 接近前波的高點的時候 量就會縮下來 也就是說 沒人要玩 每次都這樣 扭到關點的時候 沒人要玩 算了 蚊子跳不起來 就誘不到多 誘不到多有沒有 就像那個人在那邊 這樣高出低進 高出低進 量就越來越說越來越說 他自己也會害怕 不就是這樣 所以拉到高點的時候 拉不出去了 那當然就是把它賣掉了 你就大概了解 這個樣的一個狀況就可以了 所以就散物多購的力道 然後期貨的一個籌碼 跟纖維的籌碼都看過了 來 期貨的選擇權的部分 不要忘記了 又增加空單 你看 3萬5千多口 然後資金商是偏多了 4萬1千多口 所以我認為 懇聖的地方是在外資 像老師有跟你分享過對不對 T50反1 你去看一下它的籌碼 是在裡面的 8萬5千多口 它是做空的 再加上選擇權 它只是偏空 所以很明顯 買不上去 那當然都要做一些調節 否則的話 哪一天又被另外一隻手壓下來 那就糗大了對不對 好 普國雷球的部分 1.67還是偏多 還蠻偏多的 1.67還蠻偏多的 所以從重買的一個角度來看 其實現在就是 多空都有 其實多空都有 會變得解讀 會非常複雜 不過 就以外資的一個現貨跟期貨的籌碼 可以感覺出來 它好像拉不上去的 感覺拉不上去 那就是跟老人 老人可以這樣拉上去 就是錢跟他跌下去就對了 會不會跌下去 我不知道 反正就貼著盤面 好 不過最後的狀況 我們還是要看K棒的顏色 看到沒 K棒的顏色還是黃色的K棒 不過姜老師有定義 8700點一突破 就要震盪偏多了 所以如果假設它再跌 8700點又是震盪 但是能夠站在8700點之上的話 我就會把它定義叫震盪偏多 你去看一下 個股就知道 今天你看個股 隨便壓都漲停板 好恐怖 對不對 好 所以第二階段 姜老師就把大盤的日線級K棒 跟你做交代 好 另外一方面的話 其實相當精采是在賽馬理論 這一塊 有沒有個別的題材 不管是多空這樣脫穎而出 有的 姜老師有沒有 我說我是兩關分析師 但是我不會兩關這麼久 我還會休息一下 一轉彎就可以了 所以姜老師已經把34版本的賽馬理論 全部選出來了 為什麼要選賽馬理論 你知道嗎 姜老師有跟你說過 如果假設讓你來選賽馬 要壓就壓最強的 請你記得要壓最強說 如果假設我們去賭賽馬 沒有人會去賭3號8號 對不對 這個落後補漲的神經病 當然是壓4號跟6號或9號對不對 因為這樣比較容易跑到終點 你比較容易停立出場 這也就是姜老師選出34版本 賽馬理論的一個基礎 理論基礎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到底有什麼股票衝出去 很重要 如果假設你今天 我這麼說好了 你先把大盤的方向先搞定 大盤竟然是震撼偏多 那賽馬理論的部分就好處理了 你就是衝出去 就給它壓下去就對了 就這麼簡單 那我們壓了哪些股票 我跟妳分享 如果可以的話想要請導播 幫我上三檔股票 我們看一下它日內走勢圖 第一檔股票叫做1532的秦美 你看這個功課是禮拜六禮拜天做的 這個功課是禮拜六禮拜天做的 我也不知道它禮拜一會不會漲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禮拜一它真的就是漲5% 對不對 好 第二檔股票叫做2489的瑞瑄 禮拜一就漲了3.34% 好 第三檔股票叫3541的稀薄 空氣很稀薄的稀薄 3541的稀薄 漲了7.84% 姜老師你真的有選他嗎 是真的是這樣嗎 來我讓你看 姜老師的功課都是這樣 我都是在還沒開盤的時候 就把功課做好 做完之後告訴我的學員 那告訴我的學員什麼 只要他是強勢的 你就記得把他壓下去 要買就買 最強的就這樣 把握這個原則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 姜老師到底有沒有選這些股票 來 這個是禮拜五的一個收完盤的一個狀況 來我們看一下 1532的秦美是不是在這邊 對不對 那禮拜五的收盤價是不是39.8塊 對不對 還沒有開盤 對不對 好 2489的銳線是不是在這邊 禮拜五的收盤是不是20.95 對不對 好 3541的稀薄是不是在這邊 然後呢 禮拜五收盤是102塊 今天收完盤的話已經收到109 110塊了 也就是說如果假設你把賽馬理論的股票擺在你的選項當中 那請問一下今天這樣衝出去的話你是不是就可以做壓住的動作 所以秦美 你不要頓低 現在我跟大家講大家一定會很猶豫說 現在追OK嗎 那我一定有個問題 如果假設你不追 難道你要等到瑞仙漲停板再追嗎 難道要等到稀薄漲停板再追嗎 難道要等到秦美漲停板再追嗎 不是吧對不對 所以只要他是強的 大盤現在是偏多的格局 只要是強的你就給他追上去就可以了 好 那請問你一定問我一個問題 秦老師那你為什麼要選他 那當然是因為秦老師選好了一個股票 放在一個自選股裡面 那K棒的顏色他一定會告訴你 他到底是長什麼樣的一個顏色 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我們看一下 到底K棒的顏色他是長怎麼樣 來1532的秦美 是不是紅色的K棒 對不對 就是紅色的K棒 不就是這樣嗎 2489的瑞仙 你讓他跑一下 讓他跑一下資料庫 等我一下 2489的瑞仙 是不是紅色的K棒 對不對 平台突破又紅色的K棒 那就不要客氣了 3541的希薄一定也是同樣的道理 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他的K棒的排列 3541的希薄 是不是紅色的K棒 突破平台弄出去了 所以把我一個原則 健安老師沒有三頭六倍 選出賽馬理論也是貼著盤面 只要他是K棒顏色是紅色的K棒 再加上他的形態是很棒的 所以健安老師就把他挑出來就這樣 所以期貨是這麼做 股票也是這麼做 都是看K棒顏色就可以判斷多空了 所以跟你分享一句話好不好 不要去等待明天 也不要去相信永遠 我知道接下來是空頭我知道 但是問題中短線他就硬要拉 你也只能跟著他屁股坐 所以你所能做的就是眼前 那眼前該怎麼做呢 強勢股就做多嘛 強勢股就做多 然後再做期貨的一個部分 就順著籌碼的力道 跟上去就好了 不要想那麼多 不然你想太多 你會燉地 你會猶豫 就像前陣子健安老師就猶豫說 明明應該是看空才對 但是問題他就硬拉 那怎麼辦 那你就只能認出而已 所以你要跟著他屁股後面坐上去 所以健安老師想辦法 要找回你交易的熱情 也就是說運用K棒顏色 天然的最好 簡單的最好 把K棒顏色準備好 再把操作的週期固定 剩下的還是一句話 請你按表 操課最重要 所以等一下廣告時間靜下心來 想一下是不是應該打一通電話 線上的助理人員就會告訴你 K棒的顏色怎麼取得 對 好 先是健安兄 在氣候論壇的部分 要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回到節目現場 繼續要鎖定 從在今天當中技巧裡頭 工具面到底該如何看待 我們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現場 下一根K棒怎麼走 沒有人知道 盤式應對一步錯不步錯 以退為進重新開始 全面量化專線 02-2506-6808 2506-6808 這是低雲所見 這是下一秒體驗 這是眼前科技 這才是你真實的駕駛感受 這樣的光來自天氣 更來自公益 這動力開啟感官的震撼之旅 The New Audi 4 撼動 感官界限 計畫科技定義未來 一張花蓮車票看片小巨蛋巨星演唱會 小敬騰 張韶涵 阿力 叮噹 亞洲天后張惠妹 7月9號到16號 花蓮六七重發區 2016 夏蓮嘉年華 50速逆天卡四 地動全程直播 下一根K棒怎麼走 沒有人知道 盤式應對 已不錯不不錯 以退為進 重新開始 全面量化專線 02-2506-6808 2506-6808 感爽 全新幫寶式特性綿柔 不可小規的能量 台碩石油95加 下一根K棒怎麼走 沒有人知道 盤式應對 已不錯不不錯 以退為進 重新開始 全面量化專線 02-2506-6808 2506-6808 歡迎鎖定奇亞論壇 接下來這個時間裡頭的話 我們要請我們今天就來分享一下 今天的一些當創的差不多技巧 以及在這裡頭工具面 應該如何看待呢 好的 江老師教你 每天只看5分鐘的K棒 其他都不用看 你不要去看日韓股市好不好 你再做台股 OK OK 就看台股就好 5分鐘的K棒 然後其他都不用看 每天只有兩條生命 兩次的扣打 10點之前告訴自己就下班 如果10點之前沒做到的 你就做12點半以後的那一趴 就這麼簡單 江老師有跟你分享 現在中短線的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看資金的動向 真的要看資金的動向 所以請你記得 有錢就是可以任性 然後請你記得 小心謹慎的吃他豆腐 行情味很扯 所以請你跟隨籌碼的力道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10點之前籌碼的力道 跟工具的畫面是長怎樣 所以其實你只要把工具的畫面 準備好你就知道說 原來就這樣子處理就好了 是的 真的是這樣 不需要太學術性 又不是在做報告 又不是寫論文對不對 所以要貼著盤面這樣就可以了 好 來 就是台子騎的5分鐘的K棒 來 其他都不用看 來 開牌的時候是在這個地方 好 10點在這個地方 所以江老師跟你講說 10點之前是最有波動的時候 而且是最好撈錢的時候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地方 如果是黃色的K棒 那你配上空方的力道 你可以做空 沒關係 所以在這個地方就用了一次的扣打 這個地方就用了一次的扣打 好 完了之後 拉起來的過程當中 變成是多方控盤 然後大戶做多 好 那你就可以用第二次的扣打 對不對 所以今天你就只要做這兩次就好了 如果假設你比較小心一點點 比較謹慎 比較小心一點 那江老師我可不可以做後面第二段就可以了 當然可以 黃色的K棒你可以觀望 你可以做這個比較明確的一個狀況 紅色的K棒再加上多方控盤 再加上大戶做多 你就做這一段就好了 所以拉上去的一個過程當中 你就可以做這一段了 了解 所以江老師跟你分享的方法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你不要想太多 那我就不秀學員的一個對話 因為畢竟剛剛第一階段 江老師已經告訴你學員的一個狀況了 所以江老師真的有把握 運用正確的方法 幫你找回交易的熱情 也就是說在幫你建立盤感 盤感最重要 也就是說運用工具來幫助你建立 增加你的經驗值 當你的經驗值增加的時候 那我知道了 原來K棒的顏色可以告訴我方向 原來充滿了力道 可以告訴我到底是往哪邊扯 不就是這樣嗎 每一天五分鐘的時間 都是告訴大家同一個道理 所以當你的方法不對的時候 跟你分享這句話 人真的有兩條路要走 一條是必須要走的路 一條是要想走的路 你必須要把必須走的路走得漂亮 你才能夠走那個想走的路 每個人都想要在投資理財 這一條路走得很順遂 但是問題是你有守機率嗎 你有正確的方法嗎 你有按照江老師 告訴你的資金控管去走嗎 所以你一定要把必須走的路走得漂亮 你才能夠去走想走的路 這個很重要 所以到底怎樣才能夠走想走的路 很簡單 運用正確的方法 簡單的最好 簡單的最好 把K棒的顏色準備好 再把操作的周期固定 剩下的還是一句話 請你按表操課最重要 所以金家新來 廣告的時間打一張電話 線上的助理人員就會告訴你 K棒的顏色怎麼取得 好 我們保護住的時間 再來看到的是在明天的關盤重點 該怎麼看 好的 明天的關盤重點 因為今天美股不開盤 所以可以好好休息 好不好 我們再看 完全美國不會影響在我們 所以好好的就是好好的休息一下 明天要站的時候再來站 但是我認為這個數字很重要 這麼說好了 今天的大量區已經打在上方了 如果假設多方要企圖再站回 就是發球權的話 這個數字要站回去 這個數字要站回去 所以用監安老師這樣跟你講 你就知道這個數字在上方 多空加戰的點位打在8600X11.86X1 每一次監安老師都有告訴你 多空加戰的點位 如果假設你來做當沖的話 很好運用 因為它是一個大量區 只要攻到 攻過去86X1這個上面 你可以持續的偏多 但是如果86X1打不下來 你在短線的一個部分當中 再配上籌碼的力道 如果偏空的話 你就可以稍微偏空了 了解 所以這個關盤重點就非常非常重要 多空加戰的點位就這麼用 所以跟學員分享 所以86X1 健安老師明天8點45分之前 健安老師會公布在盤中教學員 另外的不要忘記了 這個禮拜 健安老師選出了34版本的賽馬理論 如果假設你是學員 不要忘記了 要追就追強勢股 你不要在那邊蹲蹲什麼 拉回早買一點 要買就直接買最強了 了解齁 所以明天8點45分之前 健安老師會公布在盤中教學員 不要想洗掉的 去聊天大條的 對 好 非常謝謝健安兄的企業論壇 保安時間 我們明天再會了 謝謝 謝謝